中共官媒维席造神词会,美多虎头蛇尾,已遭党内抵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改革40周年,演说路透社香港大学。 传媒研究计划发表的2018年,中国政治术语报告,根据中国传媒用词的频率显示,习近平的造神运动,似乎遇到抵抗一些情况,更出现急刹车的情况。 港大在去年的报告,已经点出2017年11月,中共十九大之后,传媒广泛吹嘘的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并强调,要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这个翻语标配,在同一个月的下旬,已经接近销声匿迹。 是一个典型的急刹车例子,由该计划中心主任钱刚撰写的报告书,指出三语标配。 急速消失似乎是遇到抵制的后果,但在此同时其他的赞美词汇,很快就相继出现,反映了领导层似乎一直想测试水温。 例如党的领袖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这些用词在2018年第一季煎报频率颇高。 但到了第二季,已经少被提到到了2018年下半年,更是几乎完全消失此外。 报告书指出,今年还出现了一组较为奇怪的政治术语。 出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份的官方刊物秘书工作微博上的讨论认为,这是出自习近平的亲信中办。 主任丁薛祥的手笔这组用词是该入苦海,素孽在宫,以身许党。 这组词会一度在网上官微出现,但令人意外的就是,人民日报和其他官媒,却从未用过这组词会良家和。 这个词也是对习近平造神运动一个重要的观察焦点。 习近平据说在2015年视察陕西时,曾经说过不要小看良家和。 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到了2017年秋季,习近平的七年之清岁月出版。 也就是十九大召开之前,良家和大学问在党媒上频频出现。 甚至到了2018年上半年,这继续是一个热词。 但报告书指出到了2018下半年,良家和大学问,已经开始悄然失事。 根据统计2018年首季人民日报提到良家和的文章有20篇。 第二季有15篇第三季,大概有18篇到了第四季只有5篇报告书指出。 2018年出现的术语,还有定于一尊,但这个词在中国带有负面意义。 因为这令人想到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甚至连习近平本人在十九大的演说中,也对这个词赋予负面意义。 他说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但奇怪得很。 这个词却被传媒当作正面捧习近平之用2017年3月14日,党报重庆日报旗下的三峡都市报报道。 重庆万州区的领导强调,必须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同年6月1日,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实际行动坚定不移的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这个偏离原来意义的用词,直至到习近平本人宣誓语口默许。 负面终于变成正面人民日报2018年7月5日报道,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 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此后党媒纷纷采用定于一尊这个词,来形容习近平无上的权威, 但报告书同时指出定于一尊的箭报频率,完全视乎地方,而定江西、陕西、新疆的传媒用的频率最高。 但天津、北京、上海和海南,却用的最少例如江西传媒定于一尊的箭报率,比北京高出15倍。 如果搜索人民日报和省级党报,每月使用定于一尊的频率。 报告书发现频率在2018年,其实已经是全面下跌到了12月,只有新疆和黑龙疆的党。 没刊登的四篇文章,出现定于一尊。 这个词2016年1月,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四个意识,作为他的执政理念。 四个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自信。 首次出现在2013年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当时提出三个自信的讲法到了2014年,习近平加入了文化元素,而成为四个自信。 人民日报到了2016年7月,才正式出现这个词会之余。 两个维护第一个维护,则首先由军方提出2014年3月解放军日报报道。 中央军委张又霞,提出坚决维护主席的权威,到了2015年2月,中共中央委员的工作委员会首次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威,到了2016年11月15日,习近平正式获得核心。 地位之后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当天的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并同时包括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到了2018年9月,21日由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正式将上述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集中而提出成为一个连贯的政治术语前刚撰写的报告书形容。 这是一个442的组合到了201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终于正式将这个442组合的术语放在头版。 报告书指出,如果以地区党媒的使用频率而言,442组合出现最多的是广东省的党媒。 于此就是新疆,山东,和四川但北京,吉林,宁夏,天津和上海就少得多直至2018年12月,为止人民日报一共有23篇文章,用上442组合的词汇。 在当月算是一个热词大体上442组合,从2018年6月,开始其使用率一直在上升之中。 此外写入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传媒不同演绎,出现了23种不同的习思想,包括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 根据报告书出现在人民日报最多的有四大习思想,剑暴频率最高的是强军思想。 于此是生态文明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报告书最后指出,强军思想脱颖而出成为剑暴最多的思想,令人想起1956年8月。 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党章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当时是百花齐放运动的三个月之后,但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大跃进备受党内批评之后,毛思想反而复苏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力,已经凌驾集体领导之上。 报告书的结论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泽东思想正式回潮之前,排在前面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前刚撰写的报告书说,历史一直都在我们后面不远。 马丁 马丁